其實如果說男生的話 我覺得 有啦 有啦 對 而且財神爺那個給錢 也是要看以貿取人 財神爺不是以貿取人 財神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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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爺也看面相 我們面相好不夠 偏財就是你正收入以外的財 好 第一個的話 這個手面相當中 如果你的額頭很重要 就是要寬闊跟明亮 有 寬闊 明亮 有 我們製作人小雲 超級寬闊 對啊 是 很寬闊 而且我是五指 五指 你這麼高 你是不是東北人 我是北 山東人 在哪裡 對 我覺得真的很高 好 但太寬真的也不好 譬如說女生要三指半到四指 就已經算了 超過以上的寬度 阿剛老師您所謂的寬是 上下寬還是左右寬 都要一起 有的人是窄 這裡窄 那是左右很寬 好 是上下左右都要寬 它平均 就要寬 譬如說這個地方也要三指 就側的要有三指 好 左右的 超過的 然後你上面 女生的話就要三指半 到四指是寬的 像甄莉姐的是最剛好 她的是有到四指 難怪她邊才運超好 對啊 真的很寬 但是她又不會太寬 小雲的話是又太寬太高 我應該是太窄吧 妳的算剛剛好 女生也剛剛好 我三指而已 我算寬 對 三指 女生三指是剛剛好 但三指半到四指 算是寬的 男生的話就是四指是剛剛好的 四指半到五根手指頭 就是寬的 你剛剛好 你是剛剛好的 第二個 眉毛也很重要 眉毛叫保壽工 這個眉毛如果頭跟尾有鋸 就是說眉毛頭尾不一定要濃 但是你頭尾都不要散 中間也不要斷 那種頭尾有鋸的話 或是眉中有字 是最好的 我眉有字 對 眉裡有字的嗎 眉毛中間沒有字字 一點 可是眉毛畫得 用畫得 用畫得 畫得就不算了 因為眉裡有字 代表眉裡藏珠 藏珠一個珍珠 然後裡面 代表什麼 你這一生的機緣巧遇 都會比別人多 好 好 第三個就是 鼻頭跟鼻翼要瘋容的 蒜頭鼻 甄莉姐就是蒜頭鼻 甄莉姐這樣算嗎 甄莉姐好算 她的真的就是蒜頭鼻 是喔 蒜頭鼻的話 第一個鼻翼一定要寬 然後再要用 夠大就好 你往而這樣睡 每一往睡他都這樣睡 對嗎 不行 用大姆架的 不要兩邊一樣 是跟鼻頭一樣的 來這邊跳睡覺 鼻本大 跟老師講的那個鼻翼風 滿不一樣 不像你不要吵 不要吵 鼻孔太大 漏彩對不對 老師 很多人會覺得 鼻翼太寬大 好像不好看的 然後會故意去做什麼說筆 那就有點可惜了 對啊 會很可惜 鼻翼代表存錢的能力 如果你的鼻翼寬 代表什麼 你比較有這種理財的概念 如果你的鼻頭很大 賺錢能力是很強的 像新美姐的是鼻頭很漂亮 可是我是假的 我有裝東西在裡面 如果說新美姐本身先天 是有類似蒜頭皮跟獅子皮這種 其實她本人賺錢的 這種財富力量就很大了 但是如果你調的話 可能就會稍微縮減 什麼叫縮減 就是說可能你的花費 碰到壞男人 豬如死 這是碰到有人幫我花錢 對 有人幫你節財的意思 所以這個就要比較注意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本來底子很好的 其實你就不要去改變它 除非說你今天已經財富自由了 你覺得我沒有差 我這些錢都已經可以 讓我過下半輩子了 我去讓自己調整好 然後你自己的理財觀念也很好 那當然就沒有問題 當然我覺得阿龐會議 男生來講鼻子算漂亮的 但是因為阿龐是鼻孔不露 就是正面看你鼻孔是包起來的 對 這樣不是很好嗎 可是這樣 有時候太過小心 其實反而會跟財運擦肩而過 有時候你賺錢 有時候你還是要有一點 我們常講富貴險中求 富貴險中求 對 你就下次錄影 每次錄影來都請大家吃吃喝 不用這樣 我覺得要請鬼拿藥單 然後鼻子很大 不見得他有錢 也要配合什麼 嘴巴 因為嘴巴是聚寶盆 例如說你今天鼻子大 嘴巴大才可以承接財富 像小雲人就很可惜 嘴巴太小 我嘴超小 真的耶 所以他的錢材是純不足的 嘴小才漂亮 然後新眉的也是 鼻子夠漂亮 但嘴巴也太小 對 這種都是 畫大一點 對啊 已經畫大了 口紅畫在外面 已經畫好 已經畫好 你把口紅畫在外面 那我平常 平常刻意這樣可以嗎 這樣會不會 可以訓練一下嗎 可以訓練一下 可以訓練一下 像韋君像 或者是蘿莉塔 還有甄莉姐 嘴巴都還算是 比較大一點 接得住 總算有被點到美的 真的 甄莉姐 目前什麼都有 甄莉姐講有什麼造型 可是以前老人家 不會講說要娶一個好媳婦 叫櫻桃小嘴 好 第四個看臉型 臉型也很重要 臉型 要看你的臉型 顴骨 耳朵 都要圓潤跟厚實感 耳朵 其實新眉姐就是很符合這個 好好的耳朵也 只是鼻子稍微改掉了之後 就可惜一點 例如說你的臉型是圓的 就比較天生的 然後耳朵也是比較厚實的 像這種的話 真的就是先天都很有部分的 第五個看手 手 手掌有這個丘 根部的丘要隆起 這自己的丘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例如說你的丘 是要丘 有些人會長繭 但我們不以長繭來論 假設你手掌這根部的丘 都是比較隆起的 就像貓的手有沒有 胖胖的 對 這種代表說 你可以承接財褲 對 尤其哪邊的丘 隆起是最好的 食指 無名指跟小指頭 如果你有隆起 基本上你就有三分之一 要怎麼看隆不隆起 我們有人是隆起 有人是很不隆的嗎 比較一些 對 妳的很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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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就可以看出來了 對 妳也很隆 妳的也是隆起的 用這個 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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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攻 偉君的就 就 還好 還好 對 瑪莉亞的也 可以 平平 也是比較平 然後小雲的也是比較平一點 蘿莉塔更平 超平 超平 很平 這邊只有聖利潔 真的有符合 聖利潔 很像小指頭 龍起的 像你的有 例如說小指頭龍起 例如說去打牌 小摸兩圈 這一類的 他就先天會有抓牌的運氣 真的 不會打牌的咧 不會打牌的咧 不會打牌的話 就例如說他可能 這一方面是比較 手氣很好 例如說去刮刮樂 或者是抽獎 抓的 這種都比較有機會 可以 對 如果是無名指下面龍起的話 代表跟人際關係 例如說別人會抱你名牌 例如說 哪一邊的房子一定會長 叫你去買 你真的就買了 它就長了 無名指龍起的話 是要靠貴人的金玉兩眼 然後如果中間龍起的話 比較沒有偏財運的原因 是因為它要靠自己 真的 我中間特別平 那你靠自己 你是中間嗎 對啊 中間特別平 是 就真的要靠自己 我是整排 都是平的嗎 我也是 都是龍起的 龍起的 我看一下 對啊 都龍的 是不是 西美姐的很龍 都是龍起的 對 所以從這邊看都是龍起的 西美姐的超龍的 我都是龍在指縱 為什麼我這 這的時候 這麼 就像雞爪一樣 我們都要吃肥美的 對 為什麼你知道 為什麼 因為你有 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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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趕快手這樣 喊喊這樣子這樣 對 還在走 其實西美姐的手不大 可是其實她的手 這邊都蓬起來 代表說我們現在手也 人家人都這樣 就是很厚 這是很好的 因為它可以抓住大腳 然後可以掌握很多東西 所以這個跟財富 比較不會擦肩而過 如果是死死這邊龍起的話 代表這個就是要去帶 要帶團隊 去靠團隊 因為這個叫什麼 這叫指揮 就像有時候你去指使人家 做的事情不是都這樣嗎 對 然後這個也代表兄弟功 這也是兄弟功 兄弟功就是朋友 平輩的意思 然後它就是有平輩的助力 然後你去帶團隊 然後有人一起來幫助你 這個偏才運好 中間靠進去 一隊隊長 對啊 你就帶團隊 對 但都是小人團隊 因為我只帶幾首 你就帶一隊 還有帶兩隊 三隊 沒有 就是在底線高 一圈就帶幾首 其實跟大家做總整理 其實這個還滿好玩 例如說小指頭 這種就是你打牌 摸獎 或者是你生了小孩之後 運氣會好 要生小孩 對 母瓶子 貴這種的 都在小指頭 然後這個無名子 這個代表夫妻公 夫妻公在下面隆起的話 就是說 你比較有機會遇到好門 沒有 或者是說 可能結了婚之後 成家裡 還好進去 還好進去 是 然後中間隆起的話 就是自己就很有才華 靠自己就可以 然後食指的話帶團隊跟朋友 然後如果是這個大拇指下面 就是靠父母 因為是父母公 所以如果你五個都有隆起 到例如說三個都有隆起的話 真的就更好 再來就是無名子跟小指頭 下面有許多的直線 好 無名子跟小指頭 這是無名子 這是小指頭 如果是下面有很多細細的線 尤其這個線越長越好 在指節上可以嗎 來 這樣子 尾條好長 到底是要看左手還右手 對 然後我們以35歲 為一個基準點 什麼 男生35歲之前 就男左女右 就是女生35歲之前 就是看右手 男生35歲之前就看左手 然後之後就相反 對 所以女生35歲 沒有 換手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是要看左手 35歲時候就要看左手了 看左手 通常如果你在演藝圈 或是做業務的 或公共關係的 這個無名子的線一定要長 越長代表你的公共關係越好 有 我有一條線 我的右手也有 一定會有 我的右手也有 但過35 有的話就這樣 我們就要看左手 因為這個是人員線 如果你的首相的紋路 越深 然後越乾淨 代表你就是不會想太多的人 然後就是你的個性也比較單純一點 老實一直摳它有沒有用 會有幫助 你看好長 摳完便超長 就是一直用念力到處處 要努力 要努力 公共關係 公共關係 對 首相跟面相 三個月會變一次 所以只要 三個月會變一次 對 上游行身 如果你自己的心修得好 你會發現你仔細觀察 你的紋路一定會改變 真的 有一些紋路本來沒有的 它後來就會有 真的會有 如果不是直的是彎的 一定會有 像我的是那種彎的S型的 對 會有一些差的 好 基本上有就算 只是 淡淡的也算 淡淡的也算 但是越深越好 老師 有人壓到歐子 壓到歐子 太用力了 你也太用力了 太想要人際關係壓到歐子 就像阿龐的很特別 它的左手先天很長 對 先天掉你的底子 代表說 如果說你是 嚴宣35歲之前 出來發展的會更好 但是你35歲之後沒有了 代表就 這個公共關係的運氣 會稍微減弱 會稍微削弱一點點 但是你的底子是好的 所以說 男生對底子有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會斷 只是後天 你可能必須要更努力的去經營 所以首相並沒有這麼的難 但是你要了解它的線 一般我們有三個主線 這個叫做生命線 然後中間這叫智慧線 上面這個叫感情線 有三條主線 你要看你的這個 這叫智慧線 對 這叫生命線 你看裡面有很多的 向上的橫紋 時紋 如果有一條兩條都算 如果有向上的話 代表這個先天的機會 也比別人多很多 尤其在天財運方面 沒有 沒有 有一個眼睛 我也沒有 眼睛 你看好像荷魯斯之眼 對 對 埃及的那個 這裡 這邊有的眼睛這樣 有沒有 那沒關係 瑪莉亞要買房子 買房子會賺錢 為什麼 為什麼呢 為什麼怎麼樣 她買房子 買房子還會把錢存住 真的 你一定要買 等一下挺我的故事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那個錢 因為你反而就會破財 因為你的首相紋路太多了 首相紋路越多的人 其實她的破財都是 很千奇百怪的 對 有些人是家人 有些人可能就是 很多 代表很多狀況 你需要去修煉你的人生 為什麼剛剛說瑪莉亞 她很適合靠房地產 為什麼 因為她這個中間 有一個很大的田字紋 怎樣有田字紋 只要你的手當中 不管是什麼線去構成的 看有一個甜這個字 有一個甜這個字 你都很適合 所以首相還會扶字出來 會 有字 好恐怖 要怎麼扶字 然後也有一個 這邊有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錢人的首相 一定有個麥當勞 有聽過嗎 對 有聽過 麥當勞有聽過嗎 這個要連起來 那這個要連起來 因為這個已經被我畫了一下 麥當勞就是說要這樣子 M字要這樣子 下面有個線這樣扶數 老師 我有 我也有 我有兩個 我兩下嗎 有這算嗎 好 越麥當勞越有 我有兩個麥當勞 是 只要你有麥當勞的話 其實你都不用擔心 像麥妮縣 錢的縣 我沒有 我有這一個 只要你願意做都會有錢 真的 而且這個錢 收入不會比別人差 要看一個人有沒有走運的時候 去看這個眉谷這地方要發亮 面路紅光 對 我們剛剛這邊有幾個像 你要看一下有沒有財神來敲門 我有跟大家來整理了幾個 眉毛或耳朵 如果最近有長痘痘的話 長痘痘很痛 這兩個第三個很難 長痘痘 所以是有講出來 沒頭可以長 沒頭 譬如說你的眉毛 是長到眉毛裡面的 長痘痘或是耳朵 你這樣摸起來有凸起來一塊的 像痘痘這樣的 表示你最近有時候有一點好運氣 財神來敲門的一個身兆 那要擠它嗎 當然不要 當然不要擠 但過來就是眉毛或耳朵 而且癢癢的不是乾癢症 不是乾 是覺得好像有點癢癢癢癢 耳朵癢不是有人在想你嗎 怎麼是經常 耳朵不是有人在想 就是如果不是什麼身體 什麼其他的疾病這樣 你會覺得癢癢的 然後很想像掏耳朵那種感覺 或是眉毛也想要抓一下 代表你最近都有 對 譬如說左邊癢代表就是有財 右邊癢代表有一些福德 有些人際關係 過來幫助你就好責貴 右邊是財 右邊是財 不是人際貴人 對 或許你上節目的時候 可能剛好很癢 就有 好 蚊子頂打 接下來就是 蘿莉塔這個有符合 最近也有 眉心 如果你的妝容 也可以打造成這樣的一個感覺 也可以 就是眉心跟眉骨 及鼻頭或顴骨的地方 有發亮 都算 那蘿莉塔剛好最近都很滿亮的 很亮喔 打燈光 打很亮 對啊 明亮真的很亮 還想發光 我回到 anda 打燈光 頂 ammo ольз 什麼 關門 呢 報告